我们接下来看波特武力模型当中的最后一种例 也就是第五种例 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 那么此处所讲的产业内现有企业的竞争 它指的是通常意义上的竞争 主要是为争夺市场战友率 对于这个大家大体了解一下就可以 我们应该将学习的重点放在 影响产业内竞争激烈程度的因素 哪些教材介绍了五方面因素 应该说这五方面因素你从字面上看着 应该说都不难理解 你比如第一点 产业内有众多的或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 众多 行业或产业的集中度低 有很多企业在一个锅里抢换时 那竞争肯定激烈 然后你有很多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 就跟你实力边边差不多的 那竞争肯定激烈 谁也干不死谁 但是谁呢又都跟谁什么 在那天天在那竞争在那 这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的产业发展缓慢 那么产业发展缓慢 这个产业所对应的市场 基本上呢应该说也就饱和了 也就发展到头了 而产业内的这些企业 都恨不得自身的市场份额能够扩大 能够呢 每年都保持一定增速 这就会产生矛盾 彼此呢来争夺什么 市场战略率 争夺地盘 这会导致竞争加剧 第三方面 在顾客眼里 你们产业内这些企业卖的产品 其实都一样 买谁都一样 都能用 那么此时 这些企业就得使出浑身解数 来吸引客户来买本企业的产品 第四点 产业中存在过剩的生产能力 供大于求 那肯定竞争激烈 对吧 卖得多买得少吗 第五方面因素呢 就是产业进入障碍低 而退出障碍高 是个企业 就都能进这产业里面 就混几下 但是退出可困难 比如说退出成本高 那没办法 半死不活的 也在里面混着 但凡有个混的企业 它没有不开张的 所以导致里面有众多的企业 在里面混饭吃强饭吃 那竞争能不激烈 从字面上这五点啊 它不难理解 但是在现实考试当中 它往往把这五方面因素 揉在具体的案例当中 所设计的场景和桥段当中 大家要拨开迷雾 要透过现象什么 看本质 能够通过案例信息的描述 所涉及的这些个案例的场景 情节和桥段 把所表述的这五方面当中的 哪一方面或哪几方面 能够把它识别出来 提点出来 火眼金睛的找出来 从而进行现象的判断 这才是难点所在 我们学习这块知识内容 重点的关键 看点所在 这就是呢 给大家呢 讲解的 波特武力模型分析 也就是对于波特武力模型这五种力 每一种力的内容 它的特征 它的特点呢 来给大家进行了逐一的讲解 那么介绍完了模型的分析之后 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是所谓的模型的应用 我就分析完之后 那么我据此呢 得制定应对五种竞争力的战略 因为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产业内的这五种竞争力 对于身处产业其中的企业的影响 无一例外都是负面的 所以说我们不是为了分析而分析 而是根据分析的结果 这五种力 哪种力对我影响最大 我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应的应对的策略 这是我进行模型分析的用意所在 所以说讲完分析就讲应对 对付五种竞争力的战略 教材讲了三块内容 其中前两块内容 自我定位集中细分 其实涉及到的就是第三章 第二节要给大家讲到的 波特基本竞争战略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先看教材的表述 我给大家讲解 你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罢 先把这块内容记下来 到了第三章第二节 专门正你八经的 给大家讲波特基本竞争战略的时候 会给大家在那个时刻 把相关的内容的课都补上 也就是说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 怎么着就能够应对这五种竞争力 对于伸出产业其中的企业 什么带来的负面影响 到那个时候会逐一给大家进行讲解 现在大家先进行了解 把相关的结论的把它记下来 你理解也好 不理解机械技也罢 都把它记下来 所以说首先看自我定位 什么叫自我定位 就以我为中心 就是我的成本比竞争对手低 我的产品和竞争对手比与众不同 优于竞争对手 这叫自我定位 所以说呢 通过利用成本优势和差异优势 把公司与五种竞争力相隔离 怎么隔离我们第三章第二节再给大家讲 咱先把这结论记下来 从而能够超过他们的竞争对手 所以说这个自我定位 对应的就是我们第三章第二节 要给大家讲的波特基本竞争战略当中的 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这叫自我定位 就以我为中心 我的成本比竞争对手低 我的产品和竞争对手比与众不同 优于它 通过自我定位 我就能够应对波特武力模型的负面影响 怎么应对 怎么把五种竞争力隔离 第三章第二节 咱们下回再说 到那个时候再给大家讲 再记下来 所以说自我定位 它对应的就是波特基本竞争战略当中 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 那集中细分呢 指的是识别产业中哪一个细分市场 这五种竞争力影响的绕一点 我就在哪里面的去发展 这其实就是波特基本竞争战略当中 所提出的什么 集中化战略 所以说应对五种竞争力的战略 其中自我定位和集中细分 讲的其实本质上 都是波特基本竞争战略的内容 讲的都是波特基本竞争战略 所包括的那三种类型的竞争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 差异化战略 集中化战略 在应对武力的负面影响当中的什么 它的作用 所以说对付五种竞争力的战略 其中两类 自我定位和集中细分 说的都是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 至于波特基本竞争战略 怎么有效的应对五种地负面影响 我又说一遍 说三遍了 太啰嗦了 我们接下来看 剩余的两种应对策略 那么剩余的两种应对策略 其实是属于什么 同一大类 哪一大类 就是 有拉 有打 怎么叫做有拉有打的 拉指的是拉拢 拉扯 拉你入伙 打是什么 是打压 我们在前面的给大家介绍过 伸出产业当中的这个企业 面对它的上游的供应商 面对它下游的采购商 这双方 对于其什么 都有讨价还价 溢价的能力 都对其带来什么 这种溢价的讨价还价的负面影响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咱们所研究的产业内的企业 面对它的供应商采购商 就像风箱里的老鼠 一样两头收起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换个思路 与其跟供应商和采购商硬杠 不如换个思路 对他们进行拉拢 也就是说 和供应者购买者 按照天津话说 北王话说 结盟是吧 蒙兄弟 结个盟是吧 也就是说是吧 建立这种是吧 长期的战略联盟 那么建立起了长期的战略联盟 这样战略联盟 肯定是比一般的企业的关系要近 因为你都结盟了 但同时呢 又不是那种并购的 明确的全署的控制关系 大家又有各自的自由 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 结盟的方式 蒙兄弟 这种方式 来减少和供应商和采购商 这种什么之间的这种什么 讨价还减的行为 缓解供应商和采购商 给你带来的这种什么 溢价的这种什么 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这就是什么战略联盟 所以战略联盟呢 是拉拢 打压是什么呢 是针对潜在进入者 因为潜在进入者 对于产业内的既有在位企业来说 是百害而无为力 因为他和供应商跟采购商还不一样 供应商好歹是给你供应材料 采购商好歹是从你那买产生品 这两方甭管是怎么给你溢价 他还是助力于你有益于你是吧 实现价值增值的 而潜在进入者 他进入你产业内的 进入产业内 对于产业内的既有在位企业来说 就是百害而无为力 给你搅和墙里饭吃 然后把整个产业内卷的竞争很激烈 所以说 对于产生的这五种竞争力的 不同的源头 我们企业根据自身的利益权衡 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所以说对于潜在进入者 就是露头就打 绝不手软 这个打就打压 是吧 就是阻绝战略 减少潜在进入者 是吧 能够进入这个产业的什么机会 和可能 通过这种方式减少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所以说 战略联盟 组绝战略 其实是一个硬币两个面 一个拉 一个打 其实本质上是 同一大类的什么 应对策略 就根据产生力的负面影响 源头不同 我们采用不同的手段 该拉拢的拉拢 该打压的打压 这就是给大家介绍的 针对武力模型这五种力的负面影响 根据武力模型分析结果 我们给出的相应的什么 应对策略 对于这一部分内容 在现阶段 大家理解也好 不理解也罢 还是以机械技艺为主 因为相关内容 待我们讲完了第三章第二节 有关波特基本精神战略相关内容之后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内容 虽然而然的 也就都明白了 好了 讲完了教材围绕波特武力模型的 第三部分内容之后 接下来就进入了老套的内容 凡是模型类知识点 最后都得点评一下 那么此处介绍的是 武力模型的局限性 教材讲了六点 其中前五点还是以记忆为主 因为前五点 它考察灵活应用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也不难理解 所以说带领大家快速的过一期 武力模型局限的第一点 该分析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 也就是说 谁相对于谁来说 有较强的溢价能力 谁相对于谁来说 能够更好的实验替代 按照这个模型分析的 都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谁相对于谁的溢价能力强 谁对谁起到一个矫情期待 它都是在一个动态的不停的转化和变化之中 这是这个模型的第一个局限性 这个模型的第二个局限性 就该模型能够确定行业的盈利能力 但一般不适用于非盈利机构 第二点 大家就别按教材表处掌握了 第二点一言以蔽之 就是这个模型 它适用的范有局限 它只能适用于盈利机构 非盈利机构不适用 因为非盈利机构也没那么多仇见 对不对啊 第三点局限性的 就是该模型的基于这样假设 就你一旦用这个模型进行分析 企业就可以制定企业战略来处理分析结果 但这是只是一种理想的方式 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当中 你即便你认识到这个问题 也未必能够制定出行之有效的策略来解决 来加以应对 有的现实当中很无奈 就明知道有这个问题 明知道有这个坑 明知道有这个档 还是得面对 还是得往这个坑里跳 还是这个档还得上 所以说并不是说 我用这个模型分析完了 然后发现问题 我就一定能够制定战略来解决 有的时候你发现问题 没有招可解决 只能是在那是望远星在看 所以说这是这个模型假设 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的这样的一点 那么第四点局限性的 就是该模型假设战略制定者 可以了解整个行业 不但是他所在的行业 包括潜在进入者的行业 包括替代品所在的新的行业信息 骂都知道 当然也包括公共商 也包括这个采购商所在行业 这个假设在现实中并不一定存在 这个教材说的话还比较委婉 并不一定存在 我说是肯定不存在 怎么可能会不但了解自己所在行业 还是潜在进入者 替代品 供应商 采购商 所在的行业都门清 整个行业都信息了解个底调 怎么可能的 所以第一不可能 第二呢 你在进行决策时 也没有必要了解那么多的信息 因为在决策时 这个信息来源是产生成本的 你决策对的就收益的 这个成本跟收益它得什么 均衡 第五点局限性的 就该模型低估了企业与供应商 客户或分销商 合资企业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以减轻相互之间威胁可能性 应该说第五点的局限性和刚才第一点局限性 其实说的是一个硬面的 一个硬币的两面的事 第一点局限性 说的是这个模型是静态 他没有看到呢 这种什么 这种替代的威胁 或者说溢价能力的啊 这样一个强弱的 这样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 这是第一点局限性 那么第五点局限性 其实说的就是刚才说的 一个硬币两个面 也就是这个模型低估了企业与供应商 客户分销商 他们建立合作机会 化敌为友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还是什么 强调的是一种什么动态思维 所以说第五点就说明什么 这些个负面影响啊 这些个矛盾 这些个威胁 其实在某些条件下 是可以转化的 是可以化敌为友的 但是这个模型的低估了 这其实从侧面 另一方面也印证了 这个模型的低一点局限性 它是个静态的模型 没有看到后续的什么 可能的什么 类似的这些个 异压能力啊 这种替代的威胁啊 包括化敌为友的这种动态的转化 这是这个模型的 前五点的局限性 那么还有一个第六点的局限性 那么第六点局限性的教材 针对第六点局限性的 展开讲解了相关内容 就是第六点局限性 它有时在考试当中的测重于你考呢 相关知识内容 在设定场景下的灵活应用 所以说波特武力模型 这六点局限性前五点 肯定考的是知识还原 第六点在考试当中 曾经考过呢 设定场景下的第六点的 相关知识内容的灵活应用 第六点局限性是什么呢 该模型对产业竞争力的构成要素呢 考虑的不够周全 不够全面 既然不够全面 那么哈佛商学院的教授 大卫亚非 既然是不全面嘛 那我就给他补全了 也就是说 在武力模型的技术上 就提出了新的一种例 大排名排在第六 也就提出了第六种例 所以说在波特研究技术上 根据企业全球化经济测点 提出了第六个要素 第六种例 也就是互动互补作用力 丰富了武力模型的理论框架 什么是互动互补作用力呢 教材呢 给出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的一个定义 所谓的互动互补作用力 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个产业 与其相关产业间 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互补互动 指的互相配合 一起使用的这些产品 或服务业务 你看完教材 给出的这样一个 互动互补作用力的 这样一个定义的 到底什么是互动互补 你还是什么 没有一个特别直观的 一个具体的 一个真切的感受 那我给大家呢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房地产业 你看房地产业 在某个地方呢 开了个楼盘 来售卖 房地产业卖楼盘 原先比如说啊 一平方米 我这瞎说 现在没这房价 比如一平方米 那卖八千 一平方米 卖八千 卖的呢 还费劲 价不高 还费劲 然后 在楼盘附近 然后呢 规划也好 实际上也好呢 修了一个什么 地铁站 地铁站 跟手这房价 比如说一平方米 不是八千了 前面加个一 一万八 你说这个地铁站 这个交通行业 交通产业 跟房地产 你说它是上下游关系吗 不是 你说是替代品关系 一个房子 一个地铁 能替代品吗 你说是潜在进入者 关系吗 也不是 你说是同业竞争 那更不是一个地铁 一个房地产 但是呢 修了地铁 这房价当当就上去 就支持这个 房地产业 促进房地产发展 所以说 这样的两个产业的关系 为之为叫做什么 互动互补作用力 所以说互动互补作用力 它们之间 或它们两个产业之间 应该说是什么 非竞争关系 对吧 然后呢 非上下游的关系 也不是替代的关系 所以说互动互补作用力 大家拿捏起来 肯定要从大方形抓住 它是武力模型之外的 第六种力 所以说它肯定不是 武力模型的那种关系 什么潜在进入者 替代品 讨价还价 上下游 同意竞争 所以说它是超脱于 那五种力当中的 新的第六种力 这第六种力 现实当中 就是修个地铁的 房价当当上去 就是交通设施的这个产业 和房地产业之间关系 就是所谓的互动互补 互动互补作用力呢 按照教材来说呢 体现在三方面 一个是互补品 一个是捆绑式经营 一个是交叉补贴销售 对于这三点呢 应该说呢 在实际考试当中 对于这三种表现 形式的内涵 肯定不会考到 但是呢 为了便于大家学习 为了教学的完整性 我们用宝贵的基础般的 几分钟时间 快速的给大家过一夜 让大家呢 了解完整 什么叫互补品 是指两个产品 互相成就 即两种产品之间 存在着某种消费 依存关系 即一种产品的消费 必须与另外一种 商品消费相配套 就跟郭德纲 说像什么样 你是这个鞋眼 我是这个鞋带 你是这个鞋底 我是鞋面 你是糖尿病 我是胰岛素 道理是一样的 你比如说镜矿与镜片 打印机与墨盒等 这些呢都是互补品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捆绑经营呢 是将没有特定关联的产品 放在一起销售 没有特定关联 通常表现为畅销商品的 搭配滞销产品的销售 你比如在疫情期间 口罩啊 就是在这个2000年吧 不是在2020年 不是2000年 2020年 刚有疫情的第一年初期 这个口罩啊 一个难求 所以说某商家 就是推出口罩销售套餐 即任意一个口罩套餐 你买这10个口罩 都得搭配消毒液呀 一次性手套呢 来购买 这个还不错了 就是这新闻真的 因为我也没法把这个 往那科技讲业上来做 有的是刚有疫情 甚至大爷到一个超市 去买这个口罩 搭配卫生巾卖 这就叫做捆绑经营 就没有特定关联的产品 放在一起 就是这个好卖的 搭配着不好卖的 一块卖给 这是捆绑经营 什么是交叉补贴销售呢 是将两种产品 可能存在关联 也可能不存在 按照一定的营销策略 一个售价高 一个售价低 售价低的产品 带动售价高的产品销售 再反过来 用售价高的产品收益 弥补售价低产品亏空 你比如说 一块钱 卖你一个打印机 赔本吧 那这个料也不止一块钱 但是呢 它墨盒贵 所以你买打印机 就买墨盒 我墨盒贵呢 就是拿墨盒的收益 来使整个打印机和墨盒的整体的收益 能够为证 拿墨盒的收益呢 来贴补呢 卖打印机的亏空和损失 而且呢 补完亏空之后 这两件产品的整体收益为证 这叫做交叉补贵销售 这叫做交叉补贴销售 那有的学员看完这三种互动互补作用力的表现形式之后呢 有的学员可能会疑问 也就是同样是打印机和墨盒 你在举例的时候 有的时候就叫做控制互补贵 有的呢 就叫做交叉的补贴销售 那到底什么时候 这两个关系是 这种是 控制互补贵的关系 什么时候交叉补贴销售关系呢 控制互补贴 是指其中的一端 本出不在企业的掌握中 你比如说企业呢 它自身原本只生产墨盒 但为了让墨盒更好销售 因而去控制生产打印机的企业 这叫做控制互补贴销售 而交叉补贴销售呢 是你所售卖的产品 均在你企业的掌握中 且未必存在什么 一定的关联关系 如果存在关联关系呢 就是打印机和墨盒 都是你企业生产 然后你企业做主 打印机一块钱一个墨盒贵 那控制互补贴销售呢 你本身原先就是广生产墨盒 打印机呢 别人生产 但是你为了让墨盒呢 多卖点 你就去控制的 生产打印机的企业 这是呢 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变系 这样的一个不同 大家的体会一下 理解一下即可 那么介绍完了第六种例 那五例模型的 第六种例 互动互补贴作用例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对于包括互动互补重例在内的 这六种例在实战当中的一个 考试当中的快速变系 来给大家呢 进行一下提示总结和强调 也就是说 在实际考试当中 对于波特武力模型这个支点 一个最常见的一个考察的处理角度 就是让你去变析判断 这个产业内的企业受到了何种类型的 五种基本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让你判断这个企业受到来自于产业当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例的负面影响 所以说呢 这就要求你对于这六种例 每一种例的典型特征 要有一个快速的 一步到位的一个精准的把握 然后据此呢 进行相应的明确的一个变析和判断 所以说 对于潜在进入者 替代品同学竞争和第六种例 这四种例呢 告诉大家在实战当中的一个快速的变析方法 潜在进入者 是指将要就will 要和什么产业内的既有在外企业 进入同一个行业进行竞争 所以潜在进入者 是要和你在同一个产业内开展竞争 这是潜在进入者 而替代品是通常 不是和你在同一个产业内进行竞争 对吧 就是说 这是一个产业 我用图来说一下 industry 这是产业内既有在外企业 潜在进入者 是要进入 和你同一个产业进行竞争 替代品 一个是高铁 一个是飞机 它跟你不在同一个产业 但是和你构成竞争关系 同一个竞争 那肯定是 已经在同一个锅里抢换吃的 已经是在同一个产业当中的 抢换吃的 进行竞争了 所以同一个竞争是吗 是have但 已经是在这产业当中 跟你同一个竞争了 潜在进入者 是will 将要和你在同一个产业内竞争 替代品是和你不在同一个产业内 开展竞争 而第六种力 刚才说了 非上下游 非同业 非替代 的这么一个 二者关系 因为第六种力 是脱胎于 五种竞争力之外 第六种力 所以五种力 都不涉及到第六种力 所以第六种力 肯定不是上下游 不是同业竞争 不是替代品 也不是潜在进入者 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 很好的理解和反过 这样的一个变系的一个总结 在实际考试当中 非常好使好用 那么接下来最后啊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很多学员呢 感到困惑和混淆的 一种武力模型分析应用的 一种典型的案例场景 很多学员呢 就是混淆 或者是呢 在广大学员之间呢 还会产生一些争议 这是一种武力模型分析应用的 典型的一种场景的设定 在此呢 给大家拿出来 以正视听 我就问大家啊 火电企业 水电企业 风电企业 光电企业 核电企业 这些企业之间 它们是什么关系 很多学员说是替代品关系 有的学员认为是同业竞争关系 我跟大家讲 这五类发电企业之间 它们的关系 按武力模型来说 是同业竞争关系 为什么呀 因为它们最终的产生品 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吗 都是电 你拿手摸摸电门 都是麻酥酥的 都是电 所以说 它们最终的这个 finish goods 这个产生品 是一样一样的 只不过 它们生产这个产生品 电的工艺流程不一样 所以说 它们是同业竞争的关系 而且呢 因为呢 水电啊 火电呢 风电光电 核电 刚才说了 它们的生产的工艺流程 过程不一样 享受的国家的 这样一个支持补贴政策不一样 所以造成的产成品是相同 但是它们各自的产品成本不同 最终造成它们各自的 相对竞争优势 最终盈利能力呢 有所差别 好了 这是一种情形 大家记住了啊 这些都是同业竞争关系 因为产生品是一样的 你在考试当中判断 企业间是不是 同业竞争关系 你就拿这个标准去看 就看它们产生品是不是一样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种情形 就是廉价航空与正常航空之间 它们是什么关系 你按照刚才我告诉你的那个标准 你就看最终的产生品 这个服务 是不是相同的 你廉价航空跟正常航空 不都是把你这个人从这 揉到那去吗 只不过它的生产过程 提供服务过程 一个是有饮料 一个没饮料 一个座位坐的窄 不舒服 一个座位宽点舒服 有的是管午饭 有的不管午饭 但是这个服务的本质不变 就是从你把它揉到那 只不过它生产的工艺流程 环节的不同而已 就跟我核电光电风电 工艺流程 环节设备不一样 这你廉价航空跟正常航空 最后的产生品 这服务是一样的 只不过提供服务的过程 比如说有饮料 有中午午饭和没饮料 没午饭区别 所以说廉价航空 与正常航空之间 它是同一竞争的关系 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的关系相同 那不是经常在艺林或读者上 或者在手机上 这个不经常转发这朋友圈吗 一个富豪带着儿子出行 富豪坐经济舱 儿子飞坐头统舱 下来飞机了 富豪跟儿子说 你看咱爷俩一块到地方了 你非花那冤枉钱干什么呢 你得节俭啊 这不吸灵鸡汤吗 说的不就这事吗 所以说这两种英语情形 大家呢 一定要仔细的体会 品 然后怎么样 物 叫仔细品 仔细的领悟 好了 讲完这个之后 应该说呢 就这咱们教材所讲的 波托武力模型的第四部分内容 也就是对于这个模型评价 应该说第四部分内容呢 讲解完了 就这第四部分内容 我们也把一些个 在实战考试当中的 应用到的一些变性 一些个相应的场景 都给大家进行总结 归纳 提示 强调和讲解 那么最后 我们来看呢 这个知识点的第五部分内容 前四部分是教材讲的 第五部分内容 是我给大家加的 就是波特武力模型 与波特理论体系当中的 其他的模型和理论的 内在关系是什么 武力模型啊 是说这个企业 受到其所在的产业的 五种利益的负面影响 所以说武力模型是提出问题 波特提出的基本竞争战略 包括自我定位也好 什么市场细分也好 是用基本竞争战略 就是成本领先战略 差跃化战略 集中化战略 来去应对企业在产业当中 所面临的这五种利益的负面影响 所以说 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 是解决问题 而我们在这一张 稍后要讲到的价值点模型 则是用这个方案 也就是用解决问题的这个solution 去解决什么武力模型 提出问题的什么 这样的一个载体 所以说武力模型的提出问题 波特的基本竞争战略 是解决问题 而价值点模型 则是用这个方案 去应对解决问题的什么 这样的一个载体 这就是波特武力模型 与波特理论体系当中的 基本竞争战略 加尔战略模型 这二者或者说他们三者之间的 理论上的内在逻辑关系 你弄不清楚这个之后 有助于我们后续学习 价值点模型 学习波特基本竞争战略的 相关知识内容 那么讲完这个之后 波特武力模型的 有关理论物需的内容 就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给大家讲解一下 涉及到这个知识点的 历史上曾经考过的 一些个客观真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2021年的这道多选题 一上来 针对2021年的这道多选题 我要说一句 中助协最新公布的 2021年的官方的真题的试题册 包括下面的答案 以及出题的依据 应该说针对这道题 我个人的意见 保留意见 是中助协针对这道题目的 他的出题依据 应该说是有瑕疵的 有bug的 有待商榷探讨 那么中助协针对这道题目 他给出的这个答案 无可厚非 没毛病 关键中助协说的这道题目 他所出题的依据出处 或者说考察的知识点 就归到了波特武力模型 这个知识点 这样的一个归类是值得商榷的 是存在瑕疵的 为什麽讲呢 因为这道题目的回答 按照现行教材的编辑 它是用到了第三章第二节波特提出的 基本竞争战略的相关内容 所以说这道题目呢 在波特武力模型这 我会给大家粗略说之 同一道题目 在我们讲到第三章第二节 波特基本竞争战略时 到那个时候 我再给大家呢 展开讲解 所以说我们先暖算厂 熟悉一下这道题目 2021年这道多选题 澳本钢铁公司 近期兼并了本国的两家钢铁体 其钢铁产量增加了将近一倍 生产成本随之降到行业最低水平 根据波特的产业五种竞争力理论 澳本钢铁公司的上述兼并 有利于该公司的什么 A 应对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威胁 B 增强对供应者讨价还原能力 C 增强对购买者讨价还原能力 D 增强对其他钢铁企业的竞争能力 这道题目我们来看 也就是说 它兼并了本国的两家钢铁企业 钢铁产量增加了一倍 生产成本随之降到行业最低水平 这就说明什么 它取得了规模经济效应 也就是说 economy off scale 取得了规模经济效应 所以取得规模经济效应 应对潜在进入者的威胁 没毛病 那么接下来再看 增强对其他钢铁企业的竞争力 按照我们教材所讲的 导致竞争的激烈的那五点 应该说 只是说哪些个因素 导致激烈竞争 但是对于同一竞争 我们怎么应对 没有说 倒是教材讲了对于武力模型提出的问题 我们如何来制定应对策略呢 什么自我定位啊 什么市场细分啊 什么战略联盟啊 什么主角战略等等 所有这些说的 都是波特基本竞争战略所讲的相关内容 你包括增强对供应者讨价还奖能力 包括对增强对购买者讨价还奖能力 所以说这道题目 你非要把它放在波特武力模型来讲也没关系 这其实对于所讲内容的融会贯充 但是你融会贯充的这个依据这个根 还是在第三章第二节所讲的波特基本竞争战略 所以说呢 通过现有的知识 你确定A选项是正确没毛病 比如说我的价格最低 我可以增强对供应者讨价还奖能力 增强对购买者讨价还奖能力 包括增强对其他钢铁企业的竞争力 因为我价最低嘛 我可以提供一个更高的一个性价比的产品 你比如说我价最低 你供应商给我抬价 你采放上压价 我都能够应对 所以你说从灵活应用角来说 也可以把BCD选上 但是缺乏什么 武力模型教材所讲内容的 对于BCD的一个教材表述的直接支撑 倒是在第三章第二节 波特基本竞争战略当中的 有相应的表述和支撑 因此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选择的是ABCD 所以说对于这道题的特殊性 我一上来就说了 所以说这道题 我就不再给大家的过多的展开讲解 带到我们讲波特基本竞争战略 对于这道题的 再给大家详尽的展开讲解 对于这道题 比如证明